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继续讲 七天论师所造的《入菩萨行论》 《入菩萨行论》当中 现在讲 菩提心为生能生起的三品当中 宣讲第一个 菩提心的利益品 那么菩提心的利益当中 昨天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 共同的功德和特殊的功德 其中共同功德里面 依靠菩提心断除罪恶 依靠菩提心承办自他一切利益 依靠菩提心 能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 同时也讲了 获得菩提心的时候 自己的名声以及意义 都已经改变了 今天讲以比喻来 赞颂菩提心的功德 那么比喻来赞颂菩提心的功德 有分六个方面来讲的 第一个是 用点净器的比喻来说明 我们恶劣的身体 可以变成特别殊胜的身体 然后第二个比喻 以如意宝的比喻来宣说 这个菩提心 非常地珍贵 第三个比喻 以如意宿来宣讲 依靠菩提心 在自己的善根越来越增上 无穷无尽地 讲这个问题 然后第四个问题 也就是说 依靠护送者 能脱离危险一样的 依靠菩提心 能压抚一切罪业 压抚一切定义 他这里也可以这样讲 然后第六个问题呢 第五个问题应该是 讲摩羯火的比喻来 断除一切罪业的根本 然后第六个问题 以其他的经典当中 也宣说的道理 宣讲了大概这么多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 以电净器的比喻来说明 有劣变生 他这里通过一种比喻 当时印度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一个叫做叶金鸟 这个叶金鸟 实际上是一种点净器 那么这个点净器 实际上是非常小的一个东西 也可以通过接触以后 极大的铁块 极大的金属物 它可以变成黄金 这是我们平时一些 比如说药物 或者一些化学繁益 这样也是可以的 有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牛奶当中 放一点点的酸奶 所有的牛奶都变成酸奶 或者说我们世间当中 现在很多也有一些产品吧 依靠其他的反应 然后马上变成另一个东西 这样的现象是相当多的 那么这样的点净器 在印度古代的时候有这种情况 还有在人们初戒的时候 因为现在众生的福报 越来越浅薄 所以说一般这样的东西 不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 平常见得到 以前有这样的一种点净器 那么这个点净器 我们可以比喻出来 原来是一个一般的 非常普通的金属物 也是马上变成了无家之宝的 或者说非常安贵的黄金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的故事 就是非常不清净的身体 当然大家也知道 从自己身体的粒粒歪歪也好 比如说血肉 骨头 或者皮肤等等 这些来看 我们的身体是 三十六种不净的东西 不净物构成的 依靠父母的不净种子 然后自己的鼻涕 眼泪 然后这个里面很多很多 这种肮脏不堪的东西 全部组合成 我们现在的身体 不管是人们认为 这是很漂亮的 或者是很丑恶的 不管怎么样 实际上它的本质就是这样的 当然有关身体不清净的问题 我们在第八品当中 也会说明的 总的来说 我们现在一些众生的身体 非常不清净的 但是依靠菩提心 就像刚才一般的铁物 变成黄金一样 那么依靠菩提心 我们自身当中的不净的肉体 不净的身体 实际上马上变成了 非常清净的 与佛陀的身相 没有任何差别 那么这里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们还没有生起 菩提心的时候 我们这个骨肉 没有任何价值的 一般的猫油和一般旁生的骨肉 也没有什么差别 从暂时的角度来讲 或者究竟的角度来讲 确实没有什么价值的 但我们的相续当中 依靠生起了菩提心 自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身体完全成了 就像《金刚经》里面 所讲的那样 就是众生可以应供的佛塔 众生可以应尽力的佛陀的身体 没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谓的 学习佛法入于大乘 从什么地方开始界限呢 按照《无垢光尊者的大圆满信心修习》 里面所讲的一样 从小资粮道开始 真正是已经入道了 那么我们相续当中 什么时候真正的 无畏的 这样的菩提心生起 说明我们已经入了真正的大乘道 虽然我们昨天所讲的一样 我们的智慧 还不能超过声闻缘觉 但是我们的中心 应该说是从小资粮道开始 已经胜过了 一般的小乘行人 或者凡夫人 这样一来 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体 的确是成了具有 相好的佛陀的身体 也没有什么差别 有些讲义里面也可以这样说 或者说我们已经成为了 众生的非常珍贵的 非常难得的 这样的一种身体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应该这样想 自己的相续当中 如果没有真正利他的心 那外表上别人怎么样赞叹 或者自己认为是 如是如是了不起的话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可了不起的了 如果我们的相续当中 真正生起了菩提心 那他外面的行为是怎么样 也可以 或者说他穿得在破烂 或者像张相在丑陋 怎么样 实际上这个人真正是 昨天前面所讲的那样 世间上的任何非人 包括天人在内的所有众生 应该值得供养 恭敬 诚实等等 这样的一个对境 所以我们平时 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 真正的大乘行人 所谓的大乘行人 就是心的相续当中 要有利他的心 才算是真正的大乘行人 你不一定是 穿着出家衣服是不是大乘行人 也不一定清楚 然后外面给别人讲经说法 是不是大乘行人 也不一定 那么是不是经常建造 各种寺院 或者佛塔 佛像 是不是真正的大乘行人 也不好说的 那么真正的大乘行人 自己才明白 自己的心当中 有没有发个愿 发了愿以后 一直没有退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大乘行人 所以这种人 从形象上看 再这么低劣 表面上看来有些人 当着屠夫也好 妓女也好 或者乞丐也好 世间当中是最低劣的 最下烈的中心 实际上依靠他的行列 或者依靠他的心 能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菩萨何处在 谁都不知道 就像《极乐愿文》里面 所讲的那样 有时候我们看 大家成千上万的人 非常崇拜 敬仰的 有些高僧大德 是不是菩萨呢 也很难说 比如说汉传佛教当中的 一些非常有名的大和尚 藏传佛教当中 非常有名的一些大佛佛 那么他们是不是菩萨呢 不好说 也许他们相续当中 确确实实是 有无畏的菩提心 如果有 那肯定是 我们值得应供处 如果他们相续当中 没有什么菩提心 真正利他的心 一点也没有的话 那可能是 我们外面看见一个乞丐 他的相续当中 如果有了利他的菩提心 我们应该值得 想起这个顶礼 当然如果这样一说 可能违背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 但不管怎么样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无论是出家人 还是在家人 把自己所有的经历 应该全力以赴地修持菩提心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现在世间上 也有一些利他的行为 但是我想经常觉得 这种利他人们都认为 这是非常的感人 好像震撼人心的一些世界 觉得真正利他的心 极为强烈 人们通过各种途径来 开始赞同 赞颂 有这种情况 但实际上如果真正利他的心 菩提心 我觉得可能现在世间上 很多的模范心人 或者一些比较出名的这些利他实际 搞得相当好的这些人 真正的菩提心 我觉得在佛教当中的菩提心 还可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菩提心的范围 相当地广 现在世间上人们的 利他的心的范围就比较狭窄 比如说每一个众生来讲 当然对自己的亲朋好友 对自己的儿女 父母 这方面是有一种爱心 有一种慈爱的心 这一点是不叫菩提心 这不叫利他的心 这一点我们以前也是讲过 像包括一些非常猛利的猛兽 或者老虎 猜狼 他们的相续当中 也对自己的儿女有一种慈爱之心 这种心不算真正的菩提心 以前美国有一个心理学的大学 心理学的大学 有一次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教授 他专门做了一些心理的试炼 他的誓言目的 也不一定跟我们佛教相同 但我觉得这个故事 还是可能对我们有些人的心的范围 观察自己的心的 所缘对境有用的 他是怎么观察呢 有一次心理学的大学 在马上要下课的时候 那个大学教授 他就告诉所有的学生 他说我今天准备做一个心理的实验 也是一个搞一个游戏 你们那一位同学上来 帮我做这件事情 后来有一位女士上台了 女士上台以后 他要求你 最好是你自己最喜欢的 你自己最爱的 二十个人的名字 给我写在黑板上 然后那位女士把自己家里的人 亲戚 后来可能写不够 把自己的邻居 所认识的朋友 全部写下来了 写下来了以后 他就要求 好 你现在写完了以后 你现在其中你不太喜欢的 一个人的名字擦掉 然后他就把外面的一个 邻居的名字擦掉 然后他要求再擦一个 再擦一个 然后就一直这样擦 最后落到四个人 落到四个人的时候 他就写出了他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丈夫 和自己的孩子吧 然后后来他说 你再擦掉两个人的名字 后来他就好像舍不得擦掉 就想来想去 把两个父母的名字擦掉 然后他要求再擦掉一个 然后他又特别舍不得 后来他把他孩子的名字擦掉 然后就那位教授告诉他 说你为什么这样的 父母你具有养育者恩的人 为什么擦掉 而你的孩子 你的亲身骨肉 为什么这样 后来他说 父母可能会一切而死的 这个孩子 以后会单独留下的 那么我的丈夫 可能跟我度过一生的 跟我一起度过一生的 所以我觉得 对他的执著比较大 后来那位教授说 我们现在执著的 也就是说 我和我所的这种范围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实际上我所的范围是非常的小 如果你这样的 我所的范围是非常小 你对你的丈夫 有一种我的执著 现在虽然是我所 但是这个有我的执著 如果有我的执著 他的所作所为全部被你控制 你认为是你的 后来这个丈夫很有可能 他没有自由 被关在监狱里面一样的感觉 这样一来 他提前会离开你的 他说 你如果这样执著 提前离开 当然这个是世间的一种誓言 但是我觉得 这种世间的誓言 实际上我们现在 大乘修行人 口头上说是菩提心 菩提心 实际上可能范围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 如果我们一些亲朋好友 看见的话 我们帮助 其他的一些众生 看见的话 就不愿意帮助 以前霍西求求堪波 有一次讲《现观传言论》的时候 讲道指 菩萨的智慧方便的时候 他就点名罗若士的 金王堪波 他们都现在已经圆寂了 但是他说 金王堪波前两天去县上 看他亲戚被公安局抓了 去了几次 他在课堂上说 金王堪波不应该去 这样自私自利地去 说明大乘的菩提心还没有通达 他为什么要看自己的亲朋好友 为什么不去 其他人抓的时候 为什么不去看 他就课堂上 非常严厉地点名堪波 当时他们当然是比较怎么说 因为智慧都非常不错 他也是一边赞叹 金王堪波学得非常好 但是他如果到那边去 说明菩提心学得不好 表面上看来他们上师们 好像是也怎么说 就是有一种批评给别人 但实际上我们后学人 真的有时候想起来 自己这种菩提心的时候 不要说是真正的大乘菩提心 连世间的一种利他的心 也不如的 前一段时间那个圣诊 有一个叫做崇飞吧 崇飞 也是个不是特别聪明的一位歌手 他自己十多年以来的 所有的资金全部捐给 没有读书机会的一些孤儿 还有一些残疾人 大概是他养了 一百八十三个人 而且又花了三百多万 后来他自己的家里确实是 欠了大概十七万多的债 但是他在后来得慰言的时候 他都不愿意看病 他想 我那个身体就没有什么的 这个钱用在我的身体上面 是不值得的 还有实际上 有很多很多可怜的人 后来他死了以后 很多人 很多骨儿 一些老年人 全部都送花圈到那里去的时候 大家都哭着 从表面上看到还是认为 他们也这种事迹是非常感人的 但我想 他一方面是这样的利他的心 我们可能现在很多修行人 也是能不能做得到 口口声声自己说 我们是大乘修行人 大乘修行人 但实际上真的要帮助 他人的时候是怎么样 那么这种利他的心 范围是什么样 我们平时要观察 我们现在修菩提心的时候 你修菩提心的范围 相当重要 《八月满信息修行》里面讲 首先是自己的母亲 然后自己的关系最好的人 逐渐逐渐范围 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凡夫人 所谓的我所知 或者我的这种范围 自己只有这么一点点 然后我们现在 应该修菩提心的方式 所有天下的这些众生 就是我的父母 跟我现在的亲生父母 没有任何差别 如果我们心已经 扩大这样的范围 那真是菩提心 修起来有希望的 但现在我们可能很多人 包括我们这次 好多法师和道友们 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小小的事情 就是我和我所的执著是特别强 我们有一种说话叫做 勇士没有到战场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人的胆量 一般智者没有做事情之前 不知道是他的心底 有这种说法 的确是 我们平时 自己坐在自己无力的时候 谁都不知道 谁的心比较宽广 谁都不知道 接触一些事情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自己对自己 都是特别失望 有时候特别急 有时候好像 我和我所知是特别强的 对众生的执著 这方面我希望 我们应该共同发愿 真正菩提心融入自行 并不是理论上的智商谈并 应该在实际上 我们现在懂得这个意义以后 在实际行动当中 我们怎么样运用 这一点是相当的重要 现在我们这里也已经讲了 讲的不清净的身体 跟佛的身体 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我们作为 修行大乘佛法的人来讲 应该坚定不移的 很认真的 很稳妥的 时时刻刻地 学习和修学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如此地重要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 就像依靠最上等的夜经原料一样 不清净的身体 依靠得受菩提心 可以转成无家之宝的佛陀身 以前我相续当中 没有菩提心的时候 我一般的人 我现在有了菩提心 那么我们自己也认为 自己真正有一点希望 其他的我们 禅定 神通 各种各样的这些功德 不成也没有什么 只要有一颗菩提心 那么做什么事情 都比较方便了 应该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懈 稳固 受持具有这种功德的菩提心 这种能力的菩提心 《华严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以一粮水银类之经 这个是刚才点净起 能使千粮铁变成经为 以这个作为比喻 如是发行水银戒 善根以菩戒回向 辩知之所施 让我们像刚才 水银般的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以利益 一切众生的 辩知智慧所摄持 既能灭净一切 业或长之铁物 那么它能灭净 一切业和烦恼的这些铁物 原来的这种金属物 原来的不清净的物质 元素完全都灭净 诸法业 变成辩知之妙食 然而一切业或止铁 不能灭净 为一切智者的 发行心之经 那么反过来说 这些铁物能不能灭 这样的点净器 根本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 其他的任何业和烦恼 我们相续当中 真正生起了菩提心 从此以后什么生起 贪心 嗔心 嫉妒心 傲慢心 这种种烦恼能不能 摧毁我们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就是根本不能的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像昨天在本论当中 所讲的那样 我们世俗的菩提心 现在凡夫的人 业力深重的人 都可以的 但是这个人 可能心胸要扛大一点 为什么呢 他的心相没有扛大 他对自己 有些对自己都没有信心 自己都好像 我对自己都是帮助不了 我自己死就可以 如何如何 每天都是心烦淫乱 这种人可能有点困难 但真正是你要度化众生 心里面这样想的 那发这个愿 发这个愿以后 从此以后你没有生起 我再也不度化众生了 没有生起这一个心 你的相续当中 有菩提心的 菩提心并不是 我以前也是再三地讲过 菩提心并不是说 时时刻刻都是一直是 啊 菩提心要举着 菩提心要举着 你走路也好 上厕所也好 坐什么地方都是 菩提心 口里面也念着 心里面也想着 不需要这样的 因为任何一个戒体 得到以后 没有受到违品之前 他的相遇当中 一直存在的 这是任何一个戒体的 存在方式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有些人认为是 我虽然发了愿 但是发愿是很久很久了 可能是六七年前发愿的 现在再不再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很多人 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 有时候对佛教的 基本道理也不懂 道理不懂的话 当然相续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疑惑 如果对学佛的知识 越来越提升 那我们相续当中的疑惑 无名 还有一些愚痴的现象和行为 逐渐逐渐会灭尽 这一点大家也清楚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以如意宝的比喻来说 菩提心的难得 和菩提心的珍贵 当然我们颂词当中 所谓的如意宝 这个字不是很明显的 但颂词里面有一个非常珍贵 各大讲义里面 以如意宝来比喻 印度的讲义也好 还是藏地的讲义当中 都有如意宝的比喻来显说 那么这里颂词当中 是这样讲的 他这个字面上的意思 众生道士 释迦牟尼佛为主的一切佛陀 以智慧来进行观察 最后扯见所谓的菩提心 在世间当中 就像如意宝那样非常珍贵 所以想超出三界轮回的所有的人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坚持行持菩提心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在这里 为什么说众生道士呢 他这里所谓的道士 应该用上珠 就是上珠道士的比喻来宣说的 比如说以前 印度许许多多的一些上珠 上珠经常到大海里面取宝 然后到大海里面取各种珍宝的时候 有些上珠有一定的智慧 有智慧的话 他通过他的智慧来分析 那些是真正的宝 哪些是虚假的宝 通过他的智慧来进行分析以后 他们就完全得到了 很纯真的如意宝 那么这个如意宝得到以后 实际上是对所有众生的疾病 灾难 困难 障碍等等全部都消失 依靠他获得了 名声 财力 地位等等 自己所想的一切习地都获得的 暂时的这些习地 都依靠如意宝而得到的 那么这就是大圣主们 通过他的智慧观察以后才能得到的 这是我们从 取宝的比喻来宣讲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世间当中的三界道士佛陀 他们也是经过漫长的世间当中 发菩提心 积累资粮 最后自己获得了智慧 获得智慧的时候 他的无耳智慧 没有任何障碍 不说任何妄语的 以照见一切万法的真相 这就是我们 整个世界上唯一的佛陀 所以依靠他的这样的 广大无比或者不可思议的智慧 进行 彻底地去观察 观察的时候 最后他完完全全都已经发现了 所有的这些法门当中 比如说我们众生 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痛苦 那么这些困难 痛苦全部要直接 或者间接地消失 必须依靠 就像如意宝那样的一个妙妖 这个妙妖虽然佛陀 在不同宗政的根机面前 已经宣说了八万四千法门 为主的一些显密焦点 但是在所有的这些教法当中 最好的 也就是说刚才上主通过他的智慧 来进行观察那样 佛陀也是通过他的智慧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所有的法门当中最精化 最难得的 像醍醐般的法要 就是指的是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通过佛陀的智慧 完全已经了知到这样的菩提心 那么这个菩提心 我们世间的如意宝没有任何差别 世间的如意宝 能满足我们世间的一切所需 而出世间佛陀的菩提心 凡是有缘的众生 依靠这样的菩提心 能获得 达到圆满的佛果 所以说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个菩提心真是非常的珍贵 我们来到这个人间 遇到这个菩提心的教言 确实相当的难得 很荣幸 应该可以这样说 以前嘎登派的一些大德们 对菩提心的赞叹是怎么样 对传讲菩提心的这些善知识 包括阿底峡尊者 对自己的根本上师 所有的上师当中 为什么传讲菩提心的上师 最尊重的原因也在这里 也在这里 因为菩提心非常的珍贵 比如说我们世间上所有的东西当中 最珍贵的一个东西 如果一个人给你的话 那么对你来讲 这个恩德是最大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所有的佛法当中 就是菩提心 利他的心最难得 最珍贵的 任何一个人给你也好 或者任何一个法本得到这样 那么我们应该 受持菩提心 以前按照华智仁波切的传统 现在很多宁玛巴的寺院里面 是没有这样的 以前华智仁波切的传统 那么每一个寺院当中 每一年要讲一个大幻王和入菩萨行论 这是他的规定 在华智仁波切在世的时候 很多寺院都是这样做的 后来按华智仁波切 传下来的很多寺院 也是这样的 这个事情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提过 所以我们学院当中 基本上是每一年 每一个班 不开入菩萨行论的 几乎都是没有的 这是一种传统 也是一种要求 世界上 我前一段时间也讲了 那么多的论典 那么多的经典 毫如烟海 可以说我们藏传佛教 也汉传佛教 但为什么我们对这部《入菩萨行论》 如是的重视 这个原因也有一些 不同的缘起和道理 所以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上面 应该值得善示 光是口头上说 这是非常珍贵 非常珍贵 并不是这样的 你们有些人可能现在 不一定知道 是菩提心的珍贵 或者是入菩萨行论的重要性 到了你一定的修行 你就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不一定懂 然后你现在学了很多经 再过二十年的时候 你回顾你自己的人身 当年确实是 《入菩萨行论》对你来讲 应该是不管是 在世间的生活当中 或者是你的修行生涯当中 一定会有一定的价值 那么刚才那个众生导师 释迦牟尼佛为主的佛陀 观察这个菩提心 是最珍贵的 这样一来 凡是想处理轮回的 处理轮回 大家都知道 《法华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三界无碍犹如火灾 所以我们整个三界当中 都没有任何快乐的 变苦 辛苦 苦苦 以这三大苦为主的 许许多多的苦 以及每天都折磨着我们 一直逼迫着我们 所以在世间当中 非常地痛苦 不说我们佛教的这些痛苦 世间当中的一些 比如说战争 灾难 还有世间上各种恐怖分子的习气 各种瘟疫 传染病等等 我们世间当中的确是有许许多多的 犹如火康一般的这些痛苦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大腾修行人 愿不愿意离开 这个 如火石般的这样轮回 愿不愿意离开呢 肯定要愿意 你只要愿意 那么首先最好的办法 就是要修持菩提心 如果你离开了菩提心 然后以其他的修行方式来 解决这个问题 的话的确是相当困难的 所以说我们在座的人 我想也并不是求人生福报的 并不是 可能极少数的有些在家人 可能有 这次听《入菩萨行论》 很多人也问 听《入菩萨行论》 会不会发财 有些人回答说是会发财的 有些人说是不会发财的 我想不会发财也不能说 应该你要想发财 然后好好地学习入菩萨行论 好好地发菩提心 可能是当然你的目的 依靠三宝的价值也会得到 昨天不是 我们前面也讲了 这个菩提心给我们赐予三十道的 所有的所需都会得到 所以菩提心也会发财的 菩提心也会治病的 能治治你们心里的病 身体上的病 尤其是心里的病 我觉得入菩萨行论是最好的 如果身体上的一些病 到医院里面去看一看也应该好一点 心里的有些各种积累 依靠《入菩萨行论》 我想尤其是现在的在家人 好多痛苦 好多对这种说不清楚的 各种各样生活上的压力和痛苦 那么这些痛苦 依靠《入菩萨行论》 听完了以后 可能是有很大的疏忽 觉得一切都是如幻如梦的 不管是亲人也好 怨敌也好 或者是生活 工作等等 实际上就跟某种作事一样 没有多大的差别 所以你对世间的执著 可能大大的减少了 如果你的执著减少 那你的快乐自然而然会增长 这样一来 我想对你心里的病 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心里的这种疑伸 现在还不是特别多的 应该我想大家 依靠《入菩萨行论》的妙药 来制止自己的心病 也有非常的必要 他这里 大概颂词里面的内容就是这样的 将能一切众生 带到解脱城 享受功德 保住者 唯一的上住 就是无业伦比的佛陀 这是我们世间当中的唯一 无业伦比的 功德圆满的 远离一切过患的佛陀 佛知诸遍所知万法 佛陀的智慧 他整个一切万法的真相 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 如理如实地了知 除此之外 其他的众生是无法衡量的 那么佛陀可以说 一切万法 无所不知 无所不同的 全部通达无碍的 而其他的众生 并不是这样的 世间上再怎么聪明 再怎么样了不起 我们世间人民是知识科学家 知识获得诺贝尔奥 他是如何如何权威啊 那这些实际上 跟佛陀的智慧相比较起来 那差得远了 会这样的 佛陀以无量的智慧 人人真正地 全面观察诸法的时候 彻底照见了持菩提心 是极为难得的 功德也是巨大的 而且它是极为难得 极为珍贵 密族珍贵 《法华严经》当中 有这么一个教证 诸宝之中如意宝 看为宝 所有的宝当中是如意宝 现在人们经常认为 这是比如金刚转世等等 这些也认为是宝王 所有的我们世间当中的 有露的善根 无露的善根 去年已经学了俱修论 大家应该清楚 什么叫做 有露无露的善根 所有世间当中的 身分 缘觉 人 天 所有众生所作的 这些善根当中 对菩提心是没有办法比的 所以我们表面上 什么灿灿 念佛 传经 顶礼等等 各种各样的功德 实际上真正比较起来 你一瞬间的 菩提心的功德 完全是不能比的 去年有一次 我跟你们说过 开玩笑 你们经常说 要转什么大拉萨去 或者转什么山山去 我当时说过 你取多少天的功德 跟你一刹地修行 菩提心的功德 就比较起来 他们的这些功德 根本不如菩提心 所以我们菩提心是内在的 佛陀所宣说的功德 相当大的一个修行方法 这一点 大家永远都应该记住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下面第三个问题 以如意书的比喻来说明 果不穷尽 他这里说 其他的善根 比如说我们平时的 世间当中的水解脱分的善根 或者水福德分的善根 都跟芭蕉树一样 他该生的果实已经生完了 生完了以后 它的种子会苦干 之后再也没有产生果实了 菩提心的善根 就像是天界的如意树一样 或者我们人间最初的时候 福报相当大的时候 有叫做一个如意树 像如意树那样 如意树 跟芭蕉树相比较起来 有一定的差别 然后它的果一直不断地 长期地用之不尽 也是经常产生的 所以不断不用尽 而且反而越享用 越茂盛 越增长 就是字面上 大家这样理解 也就是说 我们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做食禅 食物色戒 或者我们求人天的福报 刚才我们讲的一样 有些人想获得健康 而修行 修药食佛 有些想往生极乐世界 自己获得快乐而念阿弥陀佛 有些人自己的身心调节 身心快乐而作禅 就是我到南方去的时候 有一位居士给我说 你多多地观修禅顶 禅顶对你的身体很好 他说 禅顶是超级人的四大 你什么都不想这样的话 身体当中所有的四大 他们也在作禅 你也在作禅 这样以后 他们不劳累 他们不劳累的话 对你的身体 对你的疾病 自然而然就跑了 所以对你的身体很有帮助 有些居士也给我讲了 很多殊胜的教言 就像有些人目的是 为了健康而修禅顶 这样的人也是有 这些都是属于水福德分的善根 因为想获得了一点点福报 我们看每一次节日的时候 在很多汉地的寺院里面 烧香 摆布就非常多的 如果我们有时候 有时间的时候旁边 慢慢慢慢去偷听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在发愿 发愿的时候为了来世 或者为度化众生 这样发愿的人是很少的 让我事业成功 我找到一个好的对象 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愿 有时候我们旁边 他们在发愿的时候 我们这样偷听的时候 他们也看不到 然后经常听得到这样的声音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 所谓的水福德分的善根 然后这些水福德分的善根 当然是用完了以后 你怎么样祈祷 最后会赐给你这样的功德 这是只要你一种因缘 你自己的心很长 那三宝的加持是无期获得 肯定会给的 这是一个 还有一种善根 就是声闻和怨觉 他们永远地脱离轮回 想脱离轮回 而自己获得寂灭的果位 这叫做水解脱分的善根 那么这些善根也是同样的 你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 最后你除此以外 再没有什么果了 你到了入菩萨道或者获得佛果 又重新要积累资粮 但是我们这个菩提心 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它这里比喻成 其他的善根就像芭蕉树一样 当然芭蕉树有几种说法 有些注释里面说是 只胜过一次以后就苦干了 但是我后来观察一下 可能现在所谓的芭蕉树 也并不是这样的 它每年都是一直生 最后可能不能产生 尤其是现在南行一带 有些芭蕉树的果可以吃的 有些芭蕉树跟香蕉树 没有多大的差别 只不过是它的品种不同而已 尤其是像广东 海南这些地方的香蕉树 人们都认为是芭蕉树 只不过品种不同而已 那么这些树可能 我们以前的有些讲义里面 所说的可能有点不同 也许当时上师如意宝去印度的时候 他老人家也是经常 拿着香蕉的时候 这个是芭蕉树的果 然后问了很多印度人 但是当时印度人也回答了 是不是果生一次就没有了 可能不是 所以这个比喻我们怎么样讲呢 它该生的果 已经生完了以后再不会产生 因为它毕竟是 可能芭蕉树最多几百年 从此以后 它的种子干了以后 再也不会产生 可能是这个角度来讲的 然后我们菩提心的善根 菩提心的善根 那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怎么不相同呢 它跟如意宿没有什么差别 它可以说 取之不尽 用之不尽 一直在我们获得佛果之间 我从现在开始 到一直佛果之间 这个善根永远也是 不会耗尽的 我记得《大圆满信息修习大师说》里面 引用《弥勒清闻经》的教证 那个教证里面 也是说了 比如说 很多的江河 毁入大海的话 那么大海没有干之前 这个江河是不会干的 同样的道理 以菩提心摄持的善根 一直毁入佛陀的大海 在佛果还没有得到之前 也根本不会灭尽的 还有用非欧土壤里面的种子来比喻 它也会茁壮成长 与这些比喻来宣说的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的善根 应该多多于善好 并不是我们用完了以后 马上就灭尽了 这样我们重新也要造善业 这样是非常困难 哪怕我一天 念一个观音信咒也好 或者我们做任何一个善根 应该是以菩提心来摄持 如果以菩提心来摄持 那么这个善根一直 我到成佛之前有多少年 我们现在凡夫的人不知道 但是总有一天 我肯定成佛 这个成佛之前 最好我的善根不要耗尽 所以我们菩提心的功德 如是强大 为什么很多高僧大德 把菩提心的善根特别的重视 原因就在这里 然后修持这种菩提心 有了这种菩提心的时候 菩提心的善根越来越增长 刚才也这样讲了 没有被菩提心摄持的 其他善根如同八甲树一般 胜过以后自然会穷尽的 而菩提心的描述 很常都会生长过失 不但不会穷尽 反而会增长日上 反而他累累说过 不断地增长有这个特点 《宝戒经》当中也这样讲的 文殊各种树 以四大摄持而增长 不管什么样的树 依靠地水火风的四大助缘 能它的不断增长 文殊 若是善根 若以菩提心摄持 回向佛果则真正日上 所以任何一个善根 如果首先以菩提心来摄持 中间有无缘的 行持方法来摄持 最后作回向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善根永远也不会耗尽 这一点相当重要 我们现在为什么是 所有的高僧大德们 就是所谓的善殊胜 善殊胜是如实地强调的 原因也是这样的 我们讲经说法以后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首先尽量地改变自己的念头 想我这次做事情 并不是我为自己 应该是为众生 不管你做什么 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 凡是你做善事都是想为众生 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 你尽量地以正知正念来摄持 最后我今天所做的这个善根 就是回向给众生 回向就是给的意思 我为众生做事情 我今天做的事情功德 全部回向给众生 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么我们所作所为 都可以变成菩提的因 原来不是我也在讲过吧 我们藏地有一个 叫做嘎丘喇嘛 嘎丘喇嘛当时在五六十年代 弊度的时候 红卫兵 弊度 他每一次上台的时候 他就心里面想 我今天为了一切众生 而修忍辱波罗蜜多 那些人可能是打他 骂他 说他的时候 他一直对他们发悲心 然后他就下来的时候 想我今天修忍辱 今天为我结缘的所有众生 愿他们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然后他就下来的时候 进行回向 这是从他的传记当中 也是有的 我想我们看了以后 真的非常的随喜 我们很多人不要说 造恶业的这些人打我的时候 平时我们行持善法的时候 经常开头的时候 也想不起来 我为众生的事情也想不起来 然后到中间的时候 心也是不能专注 最后的时候 也是模模糊糊当中回向 但别人有些高僧大德 境界好一点的话 甚至在遇到了 这样的环境的时候 他把这些所做的事情 全部回向给众生 所以我们平时遇到一些 工作上也好 或者是我们出家人的一些修行上 这些不顺利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你不悦意的对境的时候 你应该想 为众生今天要挑战什么什么 为了众生 我今天给脾气非常不好的道友 说两句话 所以我首先家里面 都开始发菩提心 真正与他交谈 互相交流的时候 也尽量地把自己的 正知正念修化 最后今天我所修的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如果能这样 当然是很好的 去年我们在杭州 在德巴堪波面前听课 听课的时候 他到了一定的时候 好像到了下午的时候 他开始打瞌睡 打瞌睡的时候 他用一个东西来开始靠自己 靠自己的时候 我特别想笑 然后想笑的时候 又不敢笑 后来实在是忍不住 就开始笑起来了 所以这是忍辱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忍辱 有时候想笑 也是需要修忍辱 有时候想哭 也需要修安忍 如果没有修好的话 恐怕也不行 下面就是说 第四个问题 也就是说 以护送者比喻来说 脱离罪恶的道理 若人虽犯几宗罪 若有树林解脱者 为罪知人何不易 他这里就是说 如果我们犯了特别严重的罪恶 就像是依靠勇使者 而遣除他的危惧那样的 就是所有的这些恐怖会消除的 同样的道理 你想很快的时间当中 要获得解脱的话 有这些罪业的人 为什么不依靠这样的菩提心 意思就是说 依靠这个菩提心 我们相续当中的罪业 全部可以遣除 他这里科判当中说是 顶罪是压附 有些讲义里面决定的罪业压附 这样也讲了 那么下面是用不定的罪业 根本上遣除 那这一个当中 大家应该这样想 他这里下面讲义当中 这样说的 即使造了危害三宝等 不堪摄像的弥天大罪 然而就依靠一位护送者的勇士 能够摆脱原地的 严重威胁一样 对群可见九相脱离 种罪异熟过的菩提心 小心净心的罪人 为何不依靠他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世间当中 也可能会有些人 造了特别可怕的 比如说你在毁谤三宝 或者说造五无间罪 杀父母 杀阿罗汉等等 造五无间罪 或者你破别解脱戒 或者密尘戒等等 在我们世间当中 造了特别可怕的这些 弥天大罪的人 如果我们依靠 菩提心而修持 就像是犯了特别严重的 罪业的几种犯人 他如果不敢到那个地方去 有一个威望相当大的一个人 帮他去护送他 他就根本不用害怕 比如说我在舍道那边 有个怨敌 我就不敢去舍道 但是另外一个 威望更大的有一个人 他说没事 你跟着我来的话 那个人我可以压下来 这个你一点都不用怕 那我跟着他 非常顺利地过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造了无量的罪业 可能我们自己想得起的 想不起的 许多多的这些罪业 那么这些罪业 依靠菩提心 我们如果修菩提心 你死的时候也好 永远都是 这些罪会逃避的 不会对你解脱有障碍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忏悔当中 也实际上是最好的一种忏悔方法 以前上师如意宝讲 《入菩萨行论》的时候也说过 说我们如果犯了劫 或者是造了无无间罪 或者是毁谤三宝 等等这些罪业 那么依靠菩提心 必定会解脱的 不会堕入恶趣的 既然说即使你堕入恶趣 这个世间是非常的短暂 就像一个篮球 在地上弹起来一样 就马上到了地狱的时候 一下子就马上获得解脱了 因为有些造无无间罪 以自己的异俗业 所以你可能是 马上会堕入地狱 堕入地狱以后 很快的时间当中 会得到解脱 所以当时上师如意宝 关于他老人家也在一些显现上 他梦境的一些公案 当时也讲过 好像记得 在广世里面是有的 所以我希望这次 我们学习的时候 我就一边讲解 准备不弄 希望你们把广世 应该看一下 这也是个机会 因为我们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们 学习任何一个论典的时候 如果他的条件允许 他会专门要参考好几本书 好几本书 比如说我学习《入菩萨行论》 那么假释觉的讲义 或者是哪个讲义 这个讲义 好几个讲义 一直对着看完 这就是以前的古代的 高僧大德们学法的一种机会 现在我们清水电水班 这样的一种学习方式 恐怕有些光是听一听 光是辅导一下不行 自己还是要看看书 这些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当时讲广世的时候 可能这些道理也讲过 所以有了菩提心 我们不一定堕入去 即使堕入不用怕了 很快的时间当中会得到解脱 就像以前未生愿望 他造了三个五间罪 后来他依靠菩提心 最后也是堕地狱的时间相当短暂 还有以前大天比丘 大天比丘也是 格雅宝宗论师当中 也已经讲过 他也是以前造了 三个五五间罪 后来在外面 给别人相经说法 就培养了很多的阿罗汉 有一次他去世完了以后 他想 我的上师现在转生到何处 依靠他阿罗汉的神通 来观察的时候 当时好像有一个施主 给他正在饮供的时候 他一边吸收 一边看看 我的上师圆寂 他现在已经到什么样的刹土 依靠阿罗汉的五路神通 来进行观察 一观察的时候 他的大天比丘上师 已经堕入在汉地狱里面 他自己都还不知道 我这里房子很冷啊 很冷啊 他自己都正在这样说 这个时候他就觉得特别遗憾 怎么说 他的上师都是 现在已经堕入汉地狱了 然后他受洗完了以后 他想是现在上师在那 然后他一观察的时候 他马上已经 转生到三十三天 转生天职 所以堕入地狱的时间 是相当短的 即使你堕 那不会待很长时间 所以我们需要的 就是这样 有些业力增重的话 恐怕不多也很难说 但即使多的话 那么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解脱 因此我们 要想很快的时间里面解脱的人 就一定要修学菩提心 为什么这些业力深重的 罪业比较多的 一辈子当中 自己行持善法方面 是相当的薄弱 在我们的阿赖业上面真的 行持善法白色的空间 可能我觉得 很多人是很少很少的 恶业的空间相当大的 尤其是一些外面的在家人 不管是吃饭也好 做事情很多都 光说杀生的罪业也是 在一辈子当中 造得这么多的罪 所以我们如果现在 没有依靠菩提心修持的话 恐怕其他的方式 能不能忏悔清醒 这一点自己也应该值得观察 好 下面对引力与依靠 《无经慧经》当中 是这样说的 善难者 譬如依靠勇士 可不畏惧住远地 依靠勇士的话 根本不用害怕 这个教证跟《华严经》里面 也是一模一样的 也有这么样的教证 同样的 依靠真实菩提心的勇士者菩萨 不闻一切罪业远地 我们相聚当中 真的生起一个菩提心 造了什么样的罪业 根本不用怕 因此每一个人来讲 没有罪业 恐怕谁也不敢说了 我们从小到现在 应该在生活当中 造了很多的恶业了 那这些恶业 我们一定要依靠菩提心来遣除 大家历历地 认真的修学菩提心 今天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